如果親自出席 還要特別感謝地主 我們臺灣市政府業務市長的出席 還有農業局成務局長 還有我們鳳梨策略人們的蘇召集人 也是我們蘇果工業蘇蘇同業工會的蘇理市長 還有率領我們工會好多幹部 還有在座很多農民團體 還有農業部的協力單位 今天有我們農事所光芬首長 還有國際師的長官 還有各位媒體記者李氏先生 大家早 大家好 我首先想要回答一個問題 我今天來我們林錫武總經理就問我說 為什麼要來台南事辦 其實這個是有故事 有一點故事的 這個最主要要感謝我們這一個台南市政府 這一個跟日本赤城縣的水富市 他們有地門加強交流 特別指定 這一個供應日本的協同的這一個 營養五昌的這個水果 就我們今天的主題 金鑽碰梨 要採用在地的 就是當地的我們台南地區 等一個金鑽碰梨 所以我們特別寫在台南市場 台南市霸 也要特別感謝台南市政府 那今天辦記者會最主要的目的 要跟我們媒體說明 就是說我們供應協同 日本協同營養午餐 飯後的這一個水果 那今年要特別感謝 這一個日本在大力加強的一個採購 那數量增加很多 那我待會兒會再特別做一個說明 那我們了解到從108年開始 當時我們農陽署補署長 就跟日本赤城縣立堅士 雙方有簽訂一個加強飲食 與文化交流發展的一個合作備忘錄 那當時我們開始培養日本的協同 認識台灣的水果 那認識了台灣的水果以後 那那個時候一開始 那我們立堅士 大概每一年的一個秋天 都會採購我們台灣的香蕉 台灣的香蕉 那從111年開始 這一個增加了一項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金莊鳳梨 那當然也是因為我們金莊鳳梨 有它的一個品質的一個特色 那也是金莊鳳梨也是我們台灣 這個很具代表性的一個水果 所以111年開始採購我們台灣的金莊鳳梨 那因為金莊鳳梨 大家可以了解到它的果實 這個纖維很細緻 那另外果香很容易 那這個可以說營養又美味 所以也獲得了這個日本協校的一個青睞 所以在去年這個112年 那我們這個山口森樹市長 就特別到台灣來 那也採購了我們這個金莊鳳梨 金莊鳳梨 那當時去年只有供應給這一個 我們立堅市跟這一個大喜丁 這兩個地區的9間協校 那總共有3360位協同 來享用我們國產的一個金莊鳳梨 那今年我們特別他們又增加採購 那這個採購的單位除了立堅市以外 我們今年也特別有這一個 像所謂的首股市 那另外還有這一個 這裡面特別我介紹這四個單位 除了首股市 那還有這一個大子丁 還有跟台南市地門的水戶市 那這四個市丁 總共有89間協校 它會有一萬兩千位協同 享用到我們這一個 國產的這一個產銷履歷的一個金莊鳳梨 那也因為水戶市跟台南市政府 我們結盟加強交流 那要求要供應這一個當地 就是我們台南市的金莊鳳梨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來這邊辦這個機車會 那我想也要特別代表農糧市 感謝日本的消費者 還有我們這一個相關的一個協校 能夠來採用我們國產的一個金莊鳳梨 所以我們也很有信心 因為我們的品質相當好 所以能夠希望未來有更多的一個 日本的一個協同 都能夠享用到我們國產的一個金莊鳳梨 那基本上是又安全又美味 那媒體記者都很關心 今年鳳梨的產銷情形怎麼樣 所以我大致上我還要特別講 那因為我們今年這個產地農民團體 大家滿認真的 所以今年大概整體的一個外銷 因為我們有冷鏈物流的一個環境 那供貨的品質啊 逐漸的一個提升 所以今年外銷相當順暢 蘇理事長也特別在這邊也應該也 也有掌握那些數字 我們今年大概到前天 我手上的數字 就是我們外銷日本的一個數量 已經達到一萬四千多公噸 那我們去年一整年 外銷日本是一萬五千公噸 所以我們定一個目標 我們希望今年外銷能夠達到兩萬公噸 這個是蘇理事長 這個之前跟我參加記者會特別有提到 那我看到前天都一萬四千多了 所以我對於兩萬公噸的一個目標是相當樂觀 那也因為外銷順暢 所以這一個鳳梨的價格都維持 這一個很穩定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希望現在剛好就是金狀鳳梨 這一個等於最當令的它的一個產季 那我們希望這麼好的一個水果 還是要呼籲消費大眾能夠多多採購使用 那尤其在這麼當令的一個季節 還有這麼好的一個水果 所以我們也有很 今年也很有信心 我們鳳梨的產銷一定能夠維持相當的順暢 那農民的收益也有一定的保障 那最後也祝我們今天活動圓滿順利成功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感謝師傅 為我們獻上的祝福 謝謝 謝謝